哈囉 歡迎收看公民丁 在介紹配偶的影片當中 不知道你會不會好奇 為什麼支持同性婚姻的人 非得要用婚姻這樣的制度來保障呢? 兩個人喜歡自己在一起就好啦 有沒有婚姻有沒有成為家庭 真的有差嗎? 唉唷 還真的有差耶 最大的差別在於 法律當中有規定 關於親屬之間的權利和義務 我們這支影片就來看看 法律上是怎麼規定的吧 這支影片對應到三個版本 在家庭章節中的 親屬間的權利義務等等章節 大家可以對應著課本一起參考喔 在影片正在開始之前 別忘了按下訂閱和小鈴鐺 讓YouTube記得你需要 好有興趣的公民教訓影片喔 在開始介紹民法當中 關於親屬間權利義務的內容之前 我覺得必須要先理性一下 法律在家庭當中扮演的角色 你可能會想 家庭裡面的權利義務 應該是我們自己家的事情吧 為什麼需要法律來規範啊? 而且如果真的遇到了問題 我們家自己來溝通協調不就解決了嗎? 真的會有人依照法律的規範 來行使家庭之間的權利義務嗎? 雖然這是國一下學期的內容 但我想根據你的生活經驗也可以理解 法律只是我們生活當中 許多標準的其中之一 而且我們的社會是不可能 單靠法律來維繫的 勢必要靠著更多倫理、道德 甚至是彼此互相諒解才能達成的 所以雖然我們會介紹 許多法律當中規範的 親屬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但不代表著你只要依照法律來善進一物就足夠 也不代表著你從家庭當中可以獲得的 就是法律規範的這麼多 反過來說 這只是代表著當有糾紛發生時 我們可以有法律這個明確的標準來告訴我們 該怎麼樣來解決紛爭 這也是法律被稱為 最低限度的行為準則的原因喔 我們就先從親子間的權利義務關係來討論起吧 因為家庭通常是我們最早接觸到的團體 也是我們學習怎麼跟人相處 以及理解整個世界的起點 如果我們沒辦法從家庭獲得這些教養的話 我們就很可能沒辦法正常的長大成人 也因此 法律就規定身為未成年子女的我們 在家庭中享有獲得保護與教養的權利 而父母或監護人也必須負擔起 對我們保護與教養的權利與義務 這種父母對子女保護跟教養的權利和義務 我們就把它叫做侵權 這邊你可以發現 侵權雖然叫做權 但它的概念是同時具有權利跟義務的 也就是 父母可以對未成年子女保護跟教養 也必須對未成年子女保護及教養 甚至在民法中有規定 父母得於必要範圍內懲戒其子女的規定 這都可以看出侵權的特徵喔 反過來說 子女也對父母有權利和義務 權利的部分當然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可以接受保護與教養的權利 以及 父母過世後 子女繼承財產的順位在非常前面 而義務的部分 在民法中的提到 子女應受盡父母 也讓父母在年老之後可以安穩的度過晚年 這都可以看出 民法作為主管家庭的法律 試圖以法律的角度 來明確規範親子之間的權利和義務 不過我們來設想一個狀況 雖然有人認為天下無不適的父母 不過我們常常在新聞中看到虐待小孩的父母 對於這樣的爸媽 卻還要求小孩長大後要孝順父母 或反過來說 小孩長大後沒有善盡奉養父母的義務 卻想要繼承父母的遺產 這樣是不是太過分了呢? 沒錯 民法在這個地方做出了稍微彈性的規定 我們剛剛講的權利可能會被取消 義務也可能得以免除 雖然父母對子女想要有侵權 並且可以合理管教 但如果濫用了這個權利 例如明顯侵害子女的人格或尊嚴 就可能被法院認定為濫用侵權 進而由法院判決停止父母的侵權 或要求父母負起相關的法律責任 同樣的 如果子女沒有善盡對父母消盡的義務 例如惡意棄養或是虐待的狀況 也必須負擔法律責任 並且可能喪失繼承權 但是如果子女遭到父母的家暴或虐待 也可以向法院請求減輕或免除撫養義務 這邊你應該可以感受到 法律是一個權利和義務相應而勝的東西 父母與子女互相都對對方有權利和義務 父母可以教養子女 也必須教養子女 但同時還確保了父母可以牢有所忠 子女可以安穩地長大成人 繼承父母的遺產 但也必須負擔起孝敬父母的責任 這就是明法在這個地方所要傳達的精神喔 看完親子間的權利義務之後 我們來看看配偶之間的權利義務吧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 共同分擔家計以及撫養彼此 這段話說來簡單 但共同和彼此這幾個字真的是細思極恐 在家務分擔上 掌握變成是只有一方要負擔起養家的責任 而如果是雙間家庭 又變成兩個人工作都很累 結果回到家 其中一方又要繼續做家事 所以這個共同分擔家計跟撫養彼此 是兩個人對對方同時擁有的權利跟義務 而不單只是某些事情是我的事 那些事情是你的事 既然兩個人結婚了 那就是兩個人的事情 這個才叫做配偶 另外 配偶也有代理彼此交易的權利 例如最常見的就是 代收包裹跟信件 家裡有掛號的時候 就由配偶其中一方去收就可以 或者由其中一個人負責採買一支常用品 當然啦 這些事情都只在必要範圍內 或者取得對方同一的範圍之內 不能無上限的解釋喔 下一個重點是 萬一對方不幸過世 可以繼承對方的遺產 這個也可以從前面的 共同分擔跟撫養彼此來理解 我覺得既然是配偶 你就用另一半這個詞來理解就好 對方是你的另一半 所以要共同分擔家計跟撫養彼此 對方過世也有權利繼承遺產 日常生活中可以幫對方處理許多事情 這就是另一半的意思 不過另外要注意的是 配偶之間應該要有相等的經濟自主權 而且從事全職教育勞動的人 也有權利使用部分的家庭收入 這邊很多人 尤其是家裡只有一個人賺錢 負責賺錢的那一個人就會不爽了 欸!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忍氣吞聲 受盡上司凌辱 衝鋒陷震 就為了帶錢回家養你們 你在家不過是除一個家屋在那邊大掃聲 哈!請你換個方向想 當你回到家能夠有舒服的環境 沒有後顧之憂 不用擔心小孩生病 雜事有人可以處理 這都是可以讓你好好出門工作的必要條件 事實上 社會學上就把這些 在家好好處理家務 讓家庭跟社會得以正常預作的勞動 換言之 也就是現階段大部分有媽媽在做 但沒有領到錢 也沒那麼被重視的工作稱為 再生產勞動 來相較於出門工作的人所從事的生產勞動 生產勞動因為會拿到薪水 所以很容易衡量價值 使得大部分人會以為只有這樣的事情是重要的 但如果沒有負責家庭正常預作的再生產勞動 這些出門工作的人是沒辦法好好放心的 這也是為什麼配偶之間需要有相等的經濟制度權 以及全職交流勞動者有權利使用部分家庭收入的原因喔 好啦!以上就是這支影片的內容 這支影片的內容稍微多了一點點 大家辛苦啦! 今天想要跟大家討論的問題是 你覺得你理想中的親子互動模式是什麼樣呢? 或者你現在和你家人之間的關係遇到什麼困難呢? 你覺得要怎麼改善會比較好呢? 歡迎你在影片點下留言喔! 或者你覺得這個問題比較私人的話 也歡迎你到Facebook粉絲上去跟我們說喔! 下一支影片我們會繼續介紹家務勞動跟性別平權 請大家一定要繼續收看喔!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別忘了分享給更多人喔! 也記得順暖按個喜歡和訂閱 讓演算法記得你是一個喜歡用輕鬆的方法學公民的人喔! 公民丁,下支影片見,掰掰!